7.15分 我们来关心国际各大报纸头条 首先可以看到是纽约时报 美国为了国安局爆出的监听 疑疑疑很头痛 白宫现在正准备立法 未来呢除了禁止监听 有帮领袖 如果想要进行情资搜集 还得先通过海外情报监听法庭的审核才可以 好我们这次看到 纽约时报的报导 继续来看到华尔街日报 在俄罗斯兵吞克里米亚之后 七大工业国领袖决定要将俄罗斯踢出G8 看起来是大动作要制裁俄罗斯 但是其实呢G7领袖们 还是为了俄罗斯重返G8 他们是留了一条后路 并且称赞固听 让国际官场员进入乌克兰 是一项明智的决定 好国际纽约时报 埃及法院判处529位 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死刑 理由是他们涉嫌在 去年夏天的抗议行动当中 谋杀了一位警官 法律专家说 这是埃及近代史上 最大规模的集体大屠杀 只会加剧前总统穆希支持者的情绪 也会让冲突是越演越烈 好看到这是国际方面 许多相关的报导